為什麼會約談很多人 就是說大家想像不到的 包括林命群 對不對 還有那個林智郎 還有那個陳英柱 林智郎也約談 對對對 還有包括陳英柱 對啊 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些人到底有什麼 那現在外界當然解讀說 是不是這些人有捐現金 他現在是整個大水庫 就把你的政治現金 要完全一筆一筆 把你釐清楚 再去對照說 你今天競選經費 跟你的那個政治現金 樁戶裡面的錢 到底合不 溫不吻合 對不對 有沒有不正常的一筆 對 可是我聽說的 你也聽說了 對啊 不是聽說 我夢到 好 夢到 夢到 我喜歡聽 對對對 我喜歡聽做夢的情節 其實檢調單位 現在查這麼多人 他們裡面存在一點 叫做說 其實這個政治現金 或什麼 存在一個用恐嚇對價的方式 去要人家來捐政治現金 哇 還可以恐嚇啊 對 他們現在有查到 有人是被問到說 你要關錢嗎 你知道我們這段時間 從柯文哲爆發弊案以來 所有的夢境 事後再回頭看 都是真的 對啊 所以夢境很重要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你說有很多的人頭捐款戶 他是被強迫的 你這樣問到 不要說強迫 就是去詢問說 你有藝術來關一個錢嗎 包括你手上說 是不是有什麼都更案 或者是什麼利益 包括什麼東方文化 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 整個都更 或者過程之中 你要不要 那這是變相勒索 對啊 你手上有案子 還在台北市府 你有要關錢嗎 現在檢調單位 就是已經有查到 這一這種現象 這樣很嚴重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嚴壓 不樂之捐 對 一定嚴壓 而且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許子儀沒有回來 因為這個案子 整個還在滾雪球般的 一直滾下去 對不對 滾到最後這個雪球 到底會變多大不知道 所以檢調單位 為什麼不急著叫許子儀回來 其實他已經有跟他聯絡了 聯絡之後 我現在先查外面的東西 查到買的時候 你自己看著辦嘛 你自己衡量輕重嘛 對不對 所以他沒差啊 反正我之前就講過說 一定延壓四個月 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要起訴的話 我還可以接著辦 還可以拉長到九個月喔 證人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多證人 是我們跌破眼鏡 怎麼會去問林命群呢 比如說怎麼會去問 1122那一位呢 所以就怎麼回事呢 你看 這檢方現在是打心理戰 他一方面要打司法戰 他一方面要應對像黃國昌 還有民眾黨這些人 在外面一直罵檢方說 你們什麼政治迫害 他要頂住這個攻擊 他檢方現在是兩面過 他會繼續延壓的理由就是 然後就是延壓理由等一下 剛才第一個問題是說 他為什麼會傳這麼多人 對不對 很多我們認為 好像不是那麼直接的證明 他現在的打法是這樣子 你講一個理由 你柯文哲這一方 講一個理由 然後講一個東西 我就拿一樣東西出來對你 這樣懂意思嗎 就放一條證據 或放一個消息 或是再傳一個證人 來打破你的這個說法 你說沒有金流是不是 來 我現在 PPR我去辦金流 對 那個黃珊珊不是在記者會上面 在那邊講說 那個東方文化怎樣怎樣 沒有問題啊 對 那我就把東方文化傳過來 你們當 搞不好他要問的是 你們當初是怎麼弄的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違法 然後PPR把它弄完了以後 然後讓你柯文哲的人 自己講話 自己去幫你自己得罪人 好 這在打心理戰 打政治戰 這是一個方向 第二個 我們把那個案子看得太單純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因為 被那個名字 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我們現在想像的叫做金華城案 所以我們只想到一個案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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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方從一開始 金華城案只是一個 最明顯的一條通道 他已經查到政治現金案了 政治現金案這邊就是一個大水庫了 大水庫後面還有小水庫 還有暗庫 對不對 還有那個長的亂七八糟的東西 把這個東西一抓出來 所有的什麼五大案 六大案 七大案 全部都會被一起牽出來 你想想看 你這個案子會收錢 你其他案子不收錢嗎 不太可能吧 所以這個事情一查下去 那沒完沒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像剛才我同意 朗東剛才講 許子瑜 他們為什麼不急著來 這個是這個水庫裡面 暗庫的關鍵人物 關鍵人物 他為什麼不急著讓他回來 很簡單 他只要還沒回來 我們就有延壓的理由 對 這是延壓一個最好的理由 但是就算他回來 我們還有 檢方還是有其他的延壓理由 你還有好幾個案子在後面排 你政治先進案有沒有問題 李文中有沒有招 你出來的時候會不會串政 你當然會 那我怎麼可能放你出來 有一大堆理由排在後面 所以我不認為 他11月5號放得出來 而且外傳 這個禮拜要約談黃珊珊了 外傳是外傳 我先講一下說 剛才為什麼會約談很多人 就是說大家想像不到的 包括林命群對不對 還有那個林志郎 還有那個陳英柱 林志郎也約談 還有包括陳英柱 李婉玉的老爸 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些人到底有什麼 那現在外界當然解讀說 是不是這些人有捐現金 他現在是整個大水庫 就把你的政治現金 要完全一筆一筆 把你釐清楚 再去對照說 你今天競選經費 跟你的那個政治現金 專戶裡面的錢 到底合不 穩不穩合 對不對 有沒有不正常的一筆 對 可是我 我聽說的 你也聽說了 對 不是聽說我 我夢到 好 夢到夢到 我喜歡聽 我喜歡聽做夢的情節 其實檢調單位 現在查這麼多人 他們裡面存在一點 叫做說 其實這個政治現金或什麼 存在一個 用恐嚇對價的方式 去要人家來捐政治現金 哇 還可以恐嚇啊 對 對 他們現在有查到 有人是被問到說 你要關錢嗎 你知道我們這段時間 從柯文哲爆發弊案以來 所有的夢境 事後再回頭看 都是真的 對啊 所以夢境很重要 所以現在 我跟你講 你說有很多的人頭捐款戶 它是被強迫的 你去問問 不要說強迫 就是去問問 你有藝術來關個錢嗎 包括你手上說 是不是有什麼 都庚案 或者是什麼利益 包括什麼東方文華 什麼東西 整個都庚 或者過程之中 你要不要 那這是變相勒索 對啊 你手上有案子 還在台北市府 你有要關錢嗎 現在檢調單位 就是已經有查到這種現象 對 所以我在跟你講說 嚴壓 不樂之捐 對 一定嚴壓 而且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許子瑜沒有回來 因為這個案子 整個還在滾雪球般的 一直滾下去 對不對 滾到最後這個雪球 到底會變多大不知道 所以檢調單位 為什麼不急著叫許子瑜回來 其實他已經有跟他聯絡了 聯絡之後 我現在先查外面的東西 查到買的時候 你許子瑜要回來不回來 你自己看著辦 你自己衡量輕重 對不對 所以他沒差 反正我之前就講過說 一定嚴壓四個月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要起訴的話 我還可以接著辦 還可以拉長到九個月 可以壓到九個月 對啊 我可以拉長 我這個整個案子 市政一直在出來 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有時候 而且他可以一直有新的案子 對啊 我一直有新的市政代查 我為什麼急著要這個時候起訴 而且我剛才講過說 接下來要北市哥 北市哥如果有一筆資金 是跟你這個金華城又扣得上關係的 我們一直在講星光的那個角色 對不對 那人家星光現在連帶銀行已經要求 這個金華廣場被扣押這塊土地 因為現在被扣押了嘛 對 所以他要求頂月 要嘛你增加你的保障 對 要嘛你就要開始還本金了 對 還本金的話 現在開始火燒 牽涉到最後頂月開發 不要說火燒 眉毛 火開始燒了 母公司的中石化嘛 牽扯到中石化的問題嘛 所以你不要一直燒的時候 你中石化要幫他頂月開發 要不要先付這些錢 本金要不要開始償還 你如果中石化 你如果不賤 因為這個案子說真的 我給你的話 會影響到我自己本業 中石化的本業或者股價 我還是會出現財務缺口 對啊 那個財務缺口會出來 我股價一直落過去 我中石化這麼大公司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講說這個案子 如果還有存在的一些對價 或者是我剛才講 一開始講的 我可能說要求你什麼東西 那這些東西 是市政府 為什麼大家還在講說 你不是很明確嗎 你市政府裡面的官員 都已經問過了 為什麼現在持續 但是很多人問一次還要再問一次 問一次還要像少修沛 對 少修沛今天又來 對啊 所以我在跟你講說 這個裡面整個決政過程 或者這裡面是不是組成一個 犯罪團夥 這些人是誰去說 不可能只有李文中吧 一定是市政府官員 裡面是不是也有人去幫忙協助 把這些資料給他們 照他們去分批說 這些東西 你要叫他來公正式現金嗎 這些東西查下去 你都能吃拉苦啊